大学毕业后 我成功进了一家大型企业 员工宿舍还没审批下来 为了省下一线城市高昂的房租 我暂时住在了离公司不远的干姐姐家里 她是我在游戏里面认识的 声音甜美 长相丝毫不输给明星 对我也毫不吝啬 干姐姐的身材实在火辣 常穿着低胸背心在客厅的店子上练瑜伽 她每天要穿五服在家里练够两小时 有时候还要我帮她拉伸 那样的姿势 我总是忍不住浮想连篇 今天又跟往常一样 干姐姐毫不避嫌的让我帮忙 我咽咽唾沫 只能不好意思的别过头 装作看不见 她却变本家里般调戏我 最后实在变得难受 我只好落荒而逃 这天我在卧室里办公 姐姐敲敲门进来了 我打 我后背不小心磕伤了 你能帮我涂一下药吗 我打开药箱 站在她身后 姐姐身上隐隐散发着若有四无的干橙香 我忍不住靠近细袖 一把掀开上衣 细嫩的腰肢和后背被我一览无欲 啊 弄 弄疼你了吗 我轻点没事的 她的蜜桃臀微微向后 又轻轻摩擦着我的手掌 气息加重 日思夜想的身子这样诱惑我 让我再也安安不住 姐姐 我紧紧抱住她 扶上她摄人心魂的嫩腰 又往上探索奥秘 博达 你姐夫已经出差一个月了 我帮你啊 叫包子讨厌 你先办公吧 先把正式干完 我手微颤 轻轻拧了宁姐姐的疯腰 工作的事不着急 我已经等不及 眼下每人在握 哪还顾得急什么工作 姐姐身体很软 常年练舞蹈的缘故 她拜着一字马下她腰 很是轻松 请到农时 我也经常说些胡话 你说这时候 姐夫突然回来了怎么办 她一说 急得我差点而没憋住 我不依不饶 可以吗 姐姐 第一次吗 你计数 也不如你姐夫好 我轻喝一声 加把力又开始了新一轮 屋子里的所有声音 都属于我们 救命啊 山下女人的喊叫声 被激发原始欲望的 我不予理会 我此刻心中所想的 只是更加卖力地 证明着我自己 晚上 我正在梦里 和恶娜女人苟且 却被现实里 真实的触感刺激地 醒过来 她穿着丝质粉色睡裙 姿势妖娆 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望向我 满是妩媚 姐姐 你这是啊 帮帮我 博答 我好难受 我反应过来 调戏着她 过来 喊我哥哥女人 红着脸愁出了一番 小声呢喃了句什么 我眼神立马灰暗 欲望战胜理智 慢慢俯过她的樱桃嘴 刚开婚不久 我也意犹未尽 涌动机般 享受着片刻的欢愉 这时 门铃声突然响起 突如其来的打扰 让我有点儿有点不耐烦 大半夜的 谁会敲门 不会是姐夫吧 姐姐声音哑的不像话 应该是 赶紧收拾干净 床头的一片狼藉 就那么明晃晃的扔在地上 姐夫你好 我是纪伯达 你叫我伯达就行 眼前顶着啤酒多的男人 打着酒鸽 满脸的轻松 伯达 不用跟我俩客气啊 你就住这儿 我们可欢迎着呢 说话间 他不断上下打量着我 然后满意一笑 姐夫去主我倒头就睡了 没发现丝毫一样 我们两个对视了一眼 松了一口气 狗胜是上市公司的高层 位高权重 他当初看上我姐 不管父亲与否 父母终究是把他嫁了 伯达 既然你姐夫回来了 那我们就别再这样了 我醋眉凝视着眼前娇小的女人 两分钟前 他还在我怀里娇横 什么意思 喝 刚用完就想着不要我了 我的好姐姐 你可真棒 那天晚上之后 我想着要离开这儿去租房 姐夫倒先不乐意了 说他刚回来我就走 什么意思 我只好再住一阵子 早出晚归 几乎不和他们碰面 这天晚上 姐夫说要在家吃火锅 不好搏他的面子 我也就陪着他们吃了两口 姐姐细致入微地 关心着他老公 男人却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我坐在对面 有点而不爽 不觉中就挂了脸 这时 腿上出现一只狱卒 弯颜般缠绕着我 又不停地向上攀爬 我镇定一番 不争气地向欲望低头 右手淡定自落地 夹着饭菜和姐夫闲聊 左手却长着 隐隐一窝的脚腕 在翻云覆雨 让人脸红 速度越来越快 对面的女人早已埋下头 颤悠悠地夹着米饭 我也有点儿控制不住 好在姐夫总盯着手机回信息 没空搭理我们 他抬头 我暂时停下 我答 你们慢慢吃 我先回书房处理一下工作 好 你去忙吧 不用管我书房门真正关上 不对 是锁上的那一刻 我再也忍不住 把他抱在身上 只是要尽量克制声音 有点儿刺激 怕他随时出来 我答 你别生你姐夫的气 与人娇媚的嗓音袭来 气得我脑没一紧 感情是为他老公 回 回卧室好不好 就在这儿 晚饭了在沙发上 靠似的正寂静时 书房门打开 我们紧张着 护送对方到了远方 幸运的是 他静止走向了卫生间 我们相互依偎 寻求贝德的刺激感 一场所谓无声的滋润 让他又羞又气 两天没和我说话 过了一周左右 我和领导去会见贾芳 地点定在酒店大堂 看到了实在狗血的一幕 姐夫和怀里的女人 搂搂抱抱 快笑着走进电梯 我真恨不得过去一脚踹飞塔 可是贾芳叫住了我 让我改正项目一想书 钻紧的拳头紧了又紧 又不甘心地松开 其实我早就怀疑我姐夫 出差这么多天也不见他累 手机一天消息不停震动 我这个外人都能看出来 何况是我姐 回到家我就和姐姐说了这件事 她一脸见怪不怪的样子 好像早就知道 却不予理会 伯达 你摸摸姐 说着 她拖着我的手掌 在她身上游走 低音出生 这天下男人没个好的 你我就像是亲生姐弟一样 我最是信任你 以后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 好不好 我震惊了 不可描述的事坐了又坐 没想到姐姐先把这片窗户之筒破 姐姐 不可以我试着收回手 可姐姐娇媚的低音像是情记 伯达 我真的需要你 或许悲伤早已戳进她心底 我又刚好出现在她面前 这才来找我寻安慰 姐姐 这是最后一次 我不行了 伯达停下空旷的三十亿厅里 落地窗前 我们望着人群慢慢撕磨 卧室里 床板响动不止 浴缸里 水花激烈流洞洒出 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泪 是因为我 还是因为姐夫的事情难受的 我无从知晓 我紧紧抱着她 贪恋着最后一次的燕足 我和公司请了几天假 每天跟踪姐夫和那个女人 拍下了足够的证据 查到了女人的资料 意外发现那个人 是我同公司的同事李玲 因为搭上了狗男人 公司安排给他的事情 又少又轻松 之前我还奇怪 我的竞标书哪里不好 偏偏输给了她 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一切都有机可循 我把这些证据和资料 一并发给姐姐 等她什么时候想通了 就自己去报案 我并不能擅自安排她的人生 审批下来 我搬出来去了员工宿舍 与他们保持距离 渐行渐远 由于许久 我还是凭着良心 举报了李玲和她勾结的几个上司 我以为我会不出意外地 受到上面的排挤 最终辞职 没想到新来的顶级上司 听说了这件事 不但没有苛责我不懂人情事故 反而转手将我的职位升了两级 已是重人 公司开始彻查此类事情 并取得不少结果 我因职位上升 在外面勉强租了一套房 虽然每天要搭乘地铁王范 但一个人独居的日子 是我想要的 只是李玲和那几个上司 似乎不打算放过我 公司里他们的眼线 不断碰瓷造谣我 我过得如履薄冰 可并不后悔 每日不断提放小人 勤恳工作 默默无言 最终得偿所愿当上了经历 结束一天筋疲力尽的工作 我回到家 第六感告诉我不对劲 等我走家门口 准备赶紧开门进去的时候 身后传来动静 一把冰刺般的利刃划过我的脖壳 我及时躲开 和坏人在楼道里撕打起来 邻居听到声响出来后 连忙报了警 派出所里 我做完笔录 还是有点儿后怕 警察告诉我 那个人是杀人犯 前些天刚杀了一个女人 我颤着声音问女人叫什么名字 她叫黎玲 家人报警失踪案 我们就开始寻找 是被吴三杀了 吴三就是要杀我的男人 花了几年时间当上主任 因为不正当关系 被企业辞退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 顾不上害怕和恐惧 倒头就睡 我以为至此 事情就会结束 第二天休息日 我洗漱完去衣帽间挑衣服 却怎么也打不开门 很沉 我顿感不妙 费了很大力打开一个门缝 却看到丝丝长发飘荡在我眼前 冷汗直冒 我手里拿着军用刀 以不明身份的陌生人 四闯民宅 再一次报了警 慢慢夺步进去 刀子紧紧握在手里 指向前方 看到在门上悬挂着的死士离灵 低着头 长发及腰 像是女鬼般飘荡 我吓破了魂 双手不停颤抖 军用刀与地面碰撞 响亮又沉闷一声 再也撑不住的我 晕倒在地 消毒水的味道 弥漫进入鼻腔 眼前模糊又白花花一片 是在医院 我确认无事 又安心睡下 天可怜见 早知举报一事 会闹得这么大 我一定不会当那个锄头鸟 既然已经伤及到我性命 人命关天 贼魂大胆 姐姐在我身边悉心照料 仿若无事发生 姐姐 你和姐夫的事怎么样了 她坐在椅子上 削着苹果 面带笑容 却消瘦了一圈 我呀 当然和她离婚了 我示然一笑 打心底里开心 姐 我们都迷途知返 太好了 以后找个真正爱你的人 好好生活 她沉默不语 我也就跟着不作声 这几个月 公司的事情纠葛繁杂 现在在和姐姐见面 不免想起那些日的缠绵 我低下头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 公司知道这件事后 给我放了带薪休假 让我好好休息 没想到就休息几天 也能碰见个 想把我掰弯的老男童 我在去旅游的路上 碰到了晦气的前姐夫狗胜 经济舱里 我坐在她左边 靠着窗户 除了在想像狗胜这样的有钱人 也会坐经济舱 还在琢磨着真TM尴尬 如果可以 我宁愿生舱 也不愿接受这六个小时的尴尬 啊 博达是吧 没想到我和你姐离婚了 马上就跟你续上这情缘了 看来真是天意啊 她脱半个裤子 我就知道她能放什么屁 但没想到她这回来了的大的 想到她那肥头大耳的 油腻胖书形象 刚刚还想把手搭我腿上 会 厕所里呕吐一番 然后生无可恋的 磨磨蹭蹭出来 接受现实 狗声含糊不清地想让我做受 我立正言辞地回绝了她 并给她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 刚开始她还不耐烦的样子 堵上耳塞 后来 或许是我的声音助眠 她打着呼噜睡得还挺香 很好 现在 只有我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尴尬了 可是 我快要睡了 后来几天的旅游都很不赖 我不断安慰着自己 那只是一个小插曲 可是 我发现就算是时间的洪流 也无法让我真正忘记那个男人 我忘不了他 更忘不了他带给我幼小心灵的冲击 休假后 我便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姐姐却不时出现在我家里 我心里疑惑 总觉得她有什么事瞒着我 姐姐 离婚后那套房子不是给你了吗 是啊 我 我看你最近总出事 担心你的安全 做姐姐的 当然得经常过来看看你 我没戳破 只要她没做出过分的举动 我也便由着她去了 一天 我和姐姐正闲谈着那个 我忘不掉的狗声 她突然敢我一声冲到了卫生间 刚开始 我还没觉得有什么 是个正常人都接受不了吧 可她迟迟不出来 我心里又有了另一个答案 我脸色一僵 心里混乱 不会吧 不会吧 我每次都有保护措施的 我赶紧拧动门吧 拧不开 姐姐 你开门 没事吧 没 没事的 你不用担心我声音焦急 怎么能不担心 一会我们去医院看看 我和姐姐面对面正经危坐 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怀孕了吗 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比较好 你说呢 不用 我去查过了 怀孕了气氛在无声中开始凝固 似乎不太欢迎 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似乎过了很久 我才开口问 谁的 我 我说出来你别告诉爸妈 我憋住一口气 好 别的男人的听到这儿 我终于叹了一口气 仿佛放松下来 但心里还是紧着一根弦 别的男人 你不认识吗 他在哪 我去找他姐姐低气的哭声 吵得我心烦 但我还得耐心 我不认识他 离婚后 我一直安分过日子 那天因为工作上的事 心情不好 去酒吧喝了几杯 被一群流氓盯上 那个男人救了我 把我送进酒店 我们都不太清醒 早上醒过来 我太羞耻就先跑了 也没想到一次就中啊呜呜 我觉得 我不像是弟弟 更像哥哥 我真想骂醒他 你就算花钱雇个鸭子 也不用变成现在这样 这些天发生的事 简直太光怪陆离 连旅游也不能拯救我 几个月了 你想生吗 三个月 我 我也不知道 但我觉得 再怎么也是两条生命啊 我眼神涣散 双膜微闭 仰头对着天花板呼吸 这次仿佛又过了很久 我睁开眼望向那个傻姐姐 生吧 通知你爸妈 一五一式地告诉他们 时间过得很快 从酷暑浪花伴随的下秧 到风吹落叶的橙色银河 再到枯树般的白色 我 继伯达总算是如有神柱般 顺利升为总经理 姐姐预产期提前 生下一男一女龙凤胎 那两个小娃娃 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可分明他们才刚刚出生 我笑着摇头 感叹着自己都忙糊涂了 我搬进了 有一丢丢豪华安全的小区 邻居是个甜妹 水淋淋的信念 长相很好看 无奈我工作很忙 不敢耽误家人 便没多掏扰人家 这天 领导通知我们那个 刚来不到一年的boss 要来分公司审查工作 我们都挺直了腰板 努力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同事们突然开始叽叽喳喳 来了来了 那个老板真好看 喂 别花吃了 再好看能有我帅吗 有的我谢谢你老板 从远处走来 都带着如雅般的绅士 只是我看着 咋这么眼熟呢 我带着心中的疑惑 回到姐姐家 看看那两个孩子 真像啊 我感叹着 老板和眼前这俩孩子 岂止是像 那是一模一样 我和姐姐说了这件事 打算先贿赂秘书处的人 拿一点头发啥的 侧侧基因鉴定在说 省得到时候再认错就尴尬了 只是还没来得及取道 就和老板在医院楼道相遇 老板和我眼对眼 似乎对我有印象 我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姐姐还在三楼的检查室 等着我呢 我得赶紧抱俩娃过去 我没想到 老板进跟了过来 她眼神真好使 不远处就能看清我怀里的孩子 记 记博答是吧 我们寒暄没两句 她就开始频频望向这俩孩子 楚在那不走 我抱着俩孩子也累了 不装了 随后她跟着就去检查室找我姐 然后小说里的什么夫人带球跑 霸道总裁爱上我 剧情就在他们俩身上上演了 我这个路人甲可以退场了 大眼妹最近经常过来串门 小哥哥 我家灯坏了 能不能请你帮我按一个 我像是狗迷日眼般 好啊 纪先生 我请你吃我做的布朗尼 你尝尝好不好吃 我害羞着低声回应 好啊 记博答 我们一起去游乐园吧 周末没人和我一起去 我不好意思拒绝 像是要约会般注重打扮 然后故作轻松道 好啊 我总是不厌其烦地等他过来串门 有一次 我等了好久也没见他过来 我怀着忐忑的心 大门缓缓打开 嗡嗡的声音传来 我看到女人含着水汽的眼睛 玩具在他那里 白色棉织睡裙 藏不住他的娇媚 嗡嗡声挡不住他的低音 我瞬间就红了脸 卖腿叫跑 可是女人软绵绵的手拉住我 若有肆无般缠绵 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博答 博答 我被他拉着踏进了门房 但我没敢怎么样 为了缓解他的需求 我只是抱着他 手没敢乱捧 任由他在我身上乱动乱摸 我满脸皂红 腹下难耐 实在受不了 把女人扔进浴缸 花洒直对着他 好让他清醒些 最后我像是羊入虎口般 落荒而逃 回到家边想象着曼妙的身躯 边解决需求 一次又一次 直到凌晨两点 我匆匆结束洗澡中的最后一次 躺在床上倒头就睡 有点儿舒服 但并不满足 是空虚的感觉 我想我得竭力克制着 不能再轻易做不好的事 他还是若无其事过来找我 我遵循着本心 和他慢慢发展成伴侣关系 柳如烟是独生女 家里很宠爱她 不许女儿外嫁 所以我提交了调职报告 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 西湖边的那家草鱼 我吃得不香 糯糯的瓷巴倒是不错 有时工作烦闷 压力大时 我也在上班和躺平之间 选择了上香 零隐私的游客很多 但是不妨碍我经常来这里 如烟总是很爱玩 我开视频会议时 他就躲在我办公桌下捉弄我 新婚完头几天还好 后来每天都要 还经常买一些cost服 这让我们的感情更清静些 我对此也很受用 恨不得每天都早点而回家 怀抱着焦焦软软水淋淋的如烟 那天 我奉命临时出差 回家简单收拾了行李 就飞航班 晚上 没有家人在侧 我辗转难眠 我憋着不打电话 等如烟给我打 可是过了三天 如烟都没发任何暗示 23点32分 我打通了视频电话 入演的是小白兔cost服 顺时血脉分章 老婆 你不知道 这些天我好想你 想你想得睡不着 微微耸动 气息加重 想我就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 每次都是我主动 我讨厌你 别啊老婆 以后我主动点 如烟只是一言行事 没说什么 伸进去 不要 你说话太凶了 女孩撅着嘴 仿佛已经厌烦情势 如烟 你不喜欢我了 不要我了对吗 我一个大男人 如今要装出一副 委屈小狗的样子 如 没 没有 我只是有点儿难受 乖 等我回去陪你去医院 我每天加大工作量 终于提前完成任务 回家陪老婆 不出意外 如烟怀孕了 我有点儿动容 眼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须上泪水 什么哪儿有泪不轻弹的 我只遵循我自己内心感受 我申请了在家办公 忙前忙后的 岳父岳母都看在眼里 小时候父母在成务工 我和姐姐成了留守儿童 我马上就要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小家 我还是常常去 零饮寺周边闲逛 偶尔才进去上一次乡 我不贪心 每次都只许一个愿望 望老天保佑 家庭幸福美满 家人健康无忧 怀胎十月间 狗胜找过我不少次 他说忘不了我 说我长得白 简直是天选的兽 我气得给了他不少拳头 他却更加上头 让我再用点力 我怀疑他有精神病 还是个受虐体质 可架不住我火冒三丈 正想忽悠着他去酒店开房 实际上是去警局报案 没想到他先人有三级起来 赶忙在路边 找了个简陋茅测解决问题 没想到茅测主人家的狗 跑过去吓得他屁滚尿流 事实上 那只是一只小的 不能再小的泰迪 我慌忙拿出手机 录了视频 以此要挟他别再骚扰我 因为我知道 就算我报警 警局里也有他的人 我得不到什么好处 狗胜估计自己也觉得丢人 那天之后 再也没来烦过我 可是 我心里的冲击仍然不小 我已经碎得彻彻底底 怀胎十月 如烟终于生了 是个女儿 我很开心 丈母娘给了闺女一套房子 岳父给了一辆车 对了 我们给他取小名叫秧儿 蓬勃朝气 虚心介傲 永远有向上成长的勇气 大名叫姬雨烟 绿卷方舟生度弱 树帆带雨烟中落 我和如烟的女儿 一定得是世界上顶幸福的女儿 比经济基础 更重要的是情绪价值的提供 这一点 我一直身体力行地坚持着 陪伴着 或许 注定要发生的事情 求神仙也没用 女儿三岁时高烧一场 老天无情 夺去了她的足耳听力 起初 老婆每天一泪洗面 我也忍不住哀叹 事到凉薄 姚儿常常因为 左耳听不见大哭大闹 我一边安慰一边心疼 越有殷勤缘缺 只能接受 到了一定岁数 我们给姚儿配了最好的助听器 她发现 左耳能听到声音时 忍不住无声哭了一场 我憋过头 努力憋住泪水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去灵影寺上香 不是因为某个地方 我只觉得 世间诸般疾苦 神佛干预不了任何一个人的剧本 不过是求一个心灵寄托 我不信神 不求佛 只觉得要靠自己 姚儿很可爱 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 小孩真是有无限的潜力和志气 轻轻地便服去了人间邪气 她也很争气 高中时以优异的成绩 申请到了牛津大学 那年牛津只招收了200个中国学生 她是其中之一 我的女儿 小名姚儿 永远不给自己设限 永远有向上的勇气和空间 直到她愈发减少和我们的联系 我才真正觉得 她长大了 人有悲欢离合 能做的只有接受 我和如烟的工作都不太多 后来干脆拿着退休金去环球旅游 非洲的金黄 动物的多样性 让我们感到新奇 马尔代夫的海湾风景很好 我感到轻松 韩国的追星文化 让如烟再次爱上了一个男人 不过还好 是个爱豆 且只是好看 我不太担心 我拍了无数张照片 从不做任何调色或检修 最天然的 往往才是我们最喜欢 最向往的 我定是在某平台上更新一组照片 不多 但每一张都是极品 粉丝增长缓慢 我也不太在乎 只是爱好罢了 后来 我发布的一组不知名小岛的图片 突然爆火 很多游客都去那里旅游 当地旅游局也郑重感谢了我 我意识到 我做的事情也许对大众是有意义的 便开始更认真些 把它当成了一项工作 就这样走走停停四年 我们也才只逛了地球不到四分之一 女儿硕士毕业回国 我和如烟也回家休息安顿 她稳重又圆滑 岳父很放心地把60%的股权 交给她去经营公司 过了很久 要而和她心心念念的人结婚了 我和如烟看了 觉得甚适合演员 至此 家族又开始开支散业 因果轮回 累世报应 总会不差分毫地算到人头上 我强行了当年的那桩荒唐事 报应便很快出现在我身上 我的身体渐渐不如从前 还是常常去边远地区做慈善 以求洗净心灵 可惜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可惜 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全文完 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了